这是象甲第五轮 王天一对许国义 前两盘打合 这是第三局复加赛 如果再合的话算黑方赢 为了公平一点 多给红方两分钟思考的时间 六分钟对四分钟 走一步加三秒 好比得开始 前期走得非常快啊 先人指出对兵 黑方拼封马 红方拼炮亮剧 两个人在补相 老王兵底炮 许特徐鹅炮 红方进兵 黑方上马 过兵 这个开局和他俩第二盘 是一模一样 下不起变了 第二局是用象吃的兵 这把用炮打的 这里形成一个简化 红方横举 要捉马 黑方先平靠 然后红方亮剧 黑方上马 红进鞠足临 走到这里一看表 老王还是六分钟 基本没花时间 而许特仅剩两分半了 下一手棋要捉双了 黑方 不是 就是说保护黑炮嘛 红方再平局 没法得子了 这个想法挺好 就有一点 是不反了 你知道吧 应该是六进五 现在呢 是个闷弓的骑行 红方捉马 前方无路啊 很委屈地往回跳 如果不是六进五 黑方就可以出去对捉了 现在捉不行啊 红方吃马 那你也吃马 红方砍炮呢 想吃不能吃 打底箱闷死了 是 不错了 来吧 回到实战 当时老王一捉马 许特呢 很难受 往回跳吧 任务已经完成了 红方 平过来 风居 好奇啊 黑方咋下呢 充足比较靠谱 从边路出来 当时来个回马 红马七进六 黑平炮压死 这招也一般 还是应该充足 老王上拐脚马 许特 退马 平炮 进马 咱说这马直了 他是从这出发的 马八进七 马七进六 马六退四 马四退三 马三退一 马一进二 路没找走啊 风景特别秀丽 这个进马肯定是想充足了 好从这出来啊 红方退去抓炮 站不住了 你不可能说充足啊 红方过兵 炮打着马 马呢还保着炮 等你再逃炮兵的拱马了 肯定不行 黑方现在就退 红方进马吃足 平炮打一下 再跳回来 注意 红方准备进炮吃马 黑方打掉 再平局捉二路马 他就死了 往哪逃都没用 许特走一个平炮 红方再进马 黑方不打了 他发现这鞠还没动呢 充足 红方马四进二 再冲就吃了呗 这马保着兵 其实黑方现在不如从这走 进三步 我没记错的话 当时剩六秒 黑方 他平炮 这没什么用啊 红方抓 然后又回座了 这里是不能对鞠的 红方不是说先吃鞠 把相引走 再吃中相 那让走优势小 完全可以直接踩相 这骑你底相不敢走啊 吃着鞠呢 不动呢 红方还打底相 他只能是平炮 红方可以握槽 出来 再退局 不跟他换 下一步从这儿讲 黑方完了 当时老王抓炮 刚才也解释过了 黑方不能对局 他平炮 红旗上马 继继续锁定底相 许特心想 如果我对局 你还是踩相啊 这马挺气人 来我给你对一下 老王接受交换 然后马三进二过河 坏了 黑方丢死了 因为马蹬着炮 炮保着马 马又被炮打着 关系很复杂 黑方上马 老王弃军杀炮 一招逼命 许特投了 吃鞠 卧槽上将 再抽回来 多子必赢之棋 这帮棋 黑方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补错试了 第二个鞠没出来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整盘棋 黑方没有子过河 好了 一位关注点赞 下期再见